我先廖一期三天给我道歉 不过道歉我就搞 我就不能回这个台北看孩子吗 然后我们家阿姨说了 说那个不行了不行了 说得回去看 我说你回去看看 然后我就担心的 我才这么说的 我什么时候我没说过 我先廖一期三天给我道歉 不过道歉我就搞 很顺利 非常顺利 他们到底告诉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哎 王小飞提告大S经纪人了 要把之前受的委屈都还回去 11月15日 此案在台北开庭 但王小飞正好从台北回北京了 只有大S的经纪人出庭 面对记者的采访 大S的经纪人廖伟齐面露尬笑 虽然装作轻松姿态 但言语间暴露出急躁嘲讽的意味 他直言来这里一切都很顺利 对方告他什么他都不知道 看起来没把王小飞放眼里 许多人都说 王小飞和大S告来告去已经够抓马了 怎么还告经纪人了 事实上前不久 王小飞就在直播间给出了答案 他多次强调这个经纪人操控大S 挑拨两个人的关系等等 如今大S已经一年没有露面 其中到底有何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欢迎大家讨论 це 中文字幕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